我是标迷 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镜头前面是一只Seiko 5 Sport GMT 这是限量版 相信很多精工的标迷一定会知道 因为它当时出了一个通诚的限量版 这就是其中的一只颜色 可乐圈的一只颜色 这手标非常受欢迎 因为全球限量1000只 再加上它用了一个GMT外圈 而这个外圈做了一个Hardless水晶玻璃标圈 你见到它和有别于一般的铝片圈 甚至乎它有陶瓷圈的亮度 但价钱就没有Ceramic陶瓷圈那么贵 所以非常受欢迎 再加上它做了一个GMT 这个就是一个Office GMT 不是一个True GMT 但是Office GMT 有些标迷就会觉得Office GMT好用一点 尤其是它不是用来旅行的话 它就会觉得Office GMT好用一点 那你见到它有个放大镜 就放在这个三点位置 做了一个白底黑字的日力枪 另外你见到六点位置写着 Automatic GMT 它采用了这个精工的自家机心 4R的机心 改造GMT的机心 那你见到它有一支金色的GMT針 撞了一个可乐圈 我们叫红黑圈 非常之靓的一个标盘 好了 那标棺位置就放在这个三点位置 做了一个拉推罐 有得手上发条 这个标做了100米的防水 做了100米的防水 那你见到标盘都是呈红色标盘 有些标迷很喜欢红色标盘 不知道它会不会看到 可以喜欢这支GMT 那时分秒针加上 黑度后面有点点 都有夜光的 那个夜光很靓仔 看一看一起 时分秒针加上黑度后面有点点 都有夜光 好了一起看看夜光 那夜光 非常之光亮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 Hutness的水晶标圈 你见到它做了一个灰黑色 配上红色的红黑圈 这个Hutness的水晶标圈 很有质感的 这个Hutness的水晶标圈 那原本在哪个位置 做了凹凸的九雅坑打磨 都是很顺滑的 九雅坑打磨 好了 那你见到标棺位置 就放在这里 做了 刚才说的做了拉推管 标脚位置做了拉斯花纹 延伸到标中间的部分 就做了不受降光身的标圈 左右两旁分别都预留了标孔 方便更换标带给你 标带方面也挺值得欣赏 有别于一般我们的五五仔 真高五仔 那这条就用了一条珠带 那两旁拉斯 中间三行光身的 这条珠带做了实心降 很有手感的标带 非常之英俊 好了 接着你看标扣位置 做了一个接叠式保险标扣 上面是SEIKO的logo 还有四个洞 三个微条 有叠式保险标扣 好了 先看看标底 标底没有做一个口桥 只是做了薄桥 做了薄桥 就没有做口桥 始终是一只入门级的GMT 那我先看看标底 标底有限量版的标底 我使用了4R34的机身 柱能就去到41小时 WATERMICS10个BAR防水 标做了螺旋式锁底盖 24石 中间的标底也导入24石 有一块胶膜在这里 就不是花了 珠带眉的一块胶膜 上面呢 写着了这个SEIKO五仔Sport的logo 在标底 那里 那 做了透视的底盖 再加上了一个可乐色 红色的标盘 红黑圈 那 试下转动一下 左右两旁都可以转动的标圈 因为这个是一个24小时 一个GMT圈 或者我们可以看 作为三地时间都可以 因为呢 我们可以第一时区 就看这个时分针 第二时区 就看这个内影的24小时圈 第三个时区 就用这个BASHO的外圈 作为三地时区的一只手标 好了 试一下拼起了标关 拼起了标关 有停秒功能 试一下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交流时间 举个例 今天是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多钟 试一下一路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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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下午的两点多钟 sorry 未到三点钟 看错了 两点多钟 举个例是两点九 其实呢 我们跟着 按下去半格 半格呢 其实呢 它就可以向上转动 可以向下转动 这个 向下转动呢 就是教日力的 向上转动呢 就是教独立 教GGMT 如果举个例 那我们现在是 香港时间就13点 那我们日本时间呢 就14点 sorry 日本时间呢 就是15点 15点 那我们可以教到15点 看这个内影圈 那就作为一个日本时间 我们看泰国时间呢 就是13点的 那13点 我们一路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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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回13点 是的 那13点 差不多到9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GMT 两地时区的时间 好了 那我们教到这个 这个 教到这个日期先 那今天16号 那其实呢 就是一个泰国时间 GMT 就看这个内影圈 那甚至乎呢 我们可以在日本时间 日本时间呢 就是 15点 那可以用这个 日本时间 看这个 都可以 看外圈 那就可以做到三地时区 时间的一只GMT 还有五仔呢 有一个特色呢 是猪仔很喜欢的位置 除了在这个手标的GMT 用了一个Hardness的水晶标圈 之外呢 就是那个 玻璃 它用了矿密的水晶玻璃标面 但是它做了一条很深的车边 你看到 做了一条很深的车边 那大家看 很有层次感的 由那个九牙圈 到这个Hardness的水晶 Baschel 再加上了一块 矿密水晶玻璃标面 旁边的车边 很有一个立体感的 还有一个内影的边框 那这个我自己觉得它做得挺漂亮的 那五仔呢 那个直径方面呢 就是说 42mm的标径 42mm的标径 厚度方面呢 就13.8mm的厚度 Luck to Luck呢 就去到45.7mm 那我试一下 戴上猪仔14.8mm的手换 其实五仔Sport 这款式 装猪带呢 不论你是不是GMT 平时换猪带 都很漂亮 很有质感 其实很配合 很配合 这个标签呢 出面呢大概卖着 2,900多到3,500多元不等 那猪仔推介 超顺价 给我的优惠 我的标迷 但只有一只 因为猪仔本身是私人珍藏了的 只有一只 拿出来介绍给大家 猪仔推介 2,698 2,698 一个超顺价 一个超顺价 那喜欢这只标的标迷呢 就在WhatsApp给猪仔 也可以 打给猪仔也可以 帮我听你喜欢这只 五仔的Sport GMT 想去佐敦店拿 还是麦芝哥店拿 一个五珠带的 一个 Office GMT的 的机械标 那希望你喜欢 猪仔这个推介 好了 喜欢这条片的标迷呢 有完装合华说明书 报用证 做回一年报告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这只 五仔Sport的 限制版本的推介 再加上放大镜 很清晰的看到 还有红色的标盘 可乐圈 那希望你喜欢啦 好了 最后比较近镜 大家看看 这只这么漂亮的 Limited Edition 心动的你立即行动 尽快找我 在标题封面 有我的WhatsApp电话 好吗 打给我也可以 WhatsApp我也可以 那么 手法有手腕无 拜拜